我答应你 我找过你朋友 原来这里 这位置只有你妈一个人 后来就越来越挤了 所以 我才想到给她换个位置 现在也不能收纸钱 就给她据个宫吧 好 走 我带你看新的木线 你看 这一块吧 就是咱们在那边谈的玉树的那部 这边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开发着呢 叶总 您看这边 这两个位置 是我们这儿行得最好的 环境好 风景也好 这 这人都走了 还看什么风景啊 这仙人啊 要是有一个好的安身之处 您身后的姿子孙孙 也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纪念他们 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的 只求啊 不断子断孙就好了 好 看您说的 您这大老板 肯定是多子多孙多福 好 就选择两个吧 好 你打个电话问问 看那个火点结果出来了没有 干吗 嗯 嗯 那看我干什么 你们那花样还能瞒得住我啊 这抽血呢 要往肚子上抽的 那不是做火箭 做什么 不用瞒我 告诉我 是肝脏还是胆脑 报告出来了 再说吧 这最后一件事 也是最难的 但现在我也想不通了 儿孙子有儿孙福啊 那我也不指望你回公司 去接赶公司 就是年轻的时候 我拼命赚钱 总觉得有钱之后啊 可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 让你幸福 好 这就是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有钱之后啊 我说结果呢 由于工作太忙 反而疏于对你们的照顾 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恨我的 所以什么事都跟我宁得来 但现在我也想通了 你爱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我也不会阻拦你 我答应你 我交过女朋友 你要不把心里那点事 给放下来了 就算你交我女朋友 那也不会长久的 我呢 我呢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过得幸福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婚姻 是敷衍了事的话 那不但对你自己不公平 对你未来的太太 那也不公平 听老爸一句话好不好 过去之事就让他过去 把他给忘了 好好交回女朋友 结婚吧